三天桃園今年開季初採用全本土先發陣容來應戰 除了王毅正、文偉軍以外 同時也把過去擔任後援的黃子鵬調往先發 更大膽讓新秀張錫楷進入一軍輪之中 擺出一左、一右、一側頭、一下勾的特殊陣型 而這次人中下勾的張錫楷 在第一週的投球內容是最出色的 本季初登板演出5.2局50分 順利拿下生涯首勝 更讓人看到了新一代台灣下勾投手的誕生 資料餘成之後 我們確實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一位先發型的下勾投手 我要在中華職棒的舞台上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球迷 對於張錫楷這樣的下勾型投手充滿了好奇心 今天的專訪視角影片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張錫楷是如何從野手轉煉下勾 再闖出一片天的吧 其實那天丟完下去是4比0嗎? 其實當下感覺開心是有 但是自己的心裡更多的想法是覺得說 接下來是要如何去維持 這是我從那時候丟完到現在一直在想的 畢竟這是職棒的舞台 不是說像學生時期一場比賽你投好就結束了 這是職棒是要長久的 所以我又不斷在告訴自己就是丟完之後 隔天就重新再為下次的先發來做調整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注意裁判有幫我撿打球球 但是我看很像很像球迷們是不是對獨省的好球帶有些意見 應該說我當天丟下來做了蠻多功課的啦 因為學生也是告訴我對付他們要去多了解對方 我們在球場上才可以做得更靈活 不會綁手綁腳的 當然在球場上我也沒有特別說 控球特別訓練是怎麼樣 因為那天也是丟了三個寶松一個促身嘛 能丟這樣的成績我覺得 還是要在球場上保持專注力跟冷靜 這是我最大的功課 其實我之前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當野手 因為我比較喜歡手背跟打擊 因為之前學生的時候如果進到四強賽 然後就會喊那個 喔先發第一棒二壘手誰誰誰這樣 就可以出去揮手 如果你當投手的話先發就只有一個嘛 所以你要你要真的表現得很好 你才有機會是那個先發投手 所以我當初自己也是比較熱愛手背啦 所以就是比較喜歡當野手 到了高中之後因為要開始轉拿木棒 然後自己也是比較小隻然後偏瘦 所以教練就看我打擊 可能當野手比較沒有未來心 因為可能太瘦了 所以他就說我平常手背就喜歡用勾的 他就說那你去練下勾看看 手二壘都會用勾的啦 那時候剛好上高中間是叫我手二壘 我就用勾了 然後那時候我在打擊之後教練就說 叫我去練投手我就去練了 其實那段時間不是我剛練我就覺得說 喔沒關係我練下勾我可以這樣 就剛開始練的時候沒什麼人能告訴我如何去投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的自己在捉磨 然後也投的不好 然後那時候也一度覺得不想打棒球 就覺得我這種沒辦法打下去 但是也是家裡人 還有我的信仰一直給我的力量 然後讓我覺得我要繼續堅持 然後剛好遇到我的算投下勾的貴人 做坤元教練 然後他就告訴他也教我蠻多之後 我就慢慢的步入軌道了啦 就開始越投越投越順 然後一直到高一還是高二的 木棒組的聯賽 然後就有一場 一隊難贏我投了兩局就丟了四次三陣 然後之後家裡就信任我 隔天又讓我投西苑 我就投七局 沒四分 然後之後我才感覺 喔我能繼續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通常我都不小心 今天你都可以 不知道我想要的問題 除了 他就是告訴我一些 例如 抬腳我要用哪裡發力 然後抬起來之後要哪裡用力 然後出去要什麼 然後他有時候 他就可能會比喻 要傷我巴掌 他說 降比較快還是 降比較快 就可能會 他會做一些 然後就真的打了 可能我投了一顆球 他覺得喔不是很好 他就會直接做這個比喻 讓我知道 他那時候比較照顧我 然後他就對我比較嚴格 說嚴格的老師 對啊 然後他 他也告訴我 他說 他回到 房間 他在看電視 在洗澡 他也會為我想我的動作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我自己有沒有 自己有沒有在為自己努力 有沒有在為自己想 他就是 我覺得他是 對我蠻要求的啦 有 從 應該說從高中 滑球就是我 能搶好球 又可以決勝的一個變化球 就是我從高中 練到現在 是我覺得最有把握的一顆變化球 我覺得這個滑球應該是 可能我本身天生 就是適合這顆球種 一個西海滑球 對啊 應該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 像有些人他在投區球 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是他天生 他投出來就是長那個樣子 對我投這個滑球 我沒有特別去學誰 或是 特別去請教誰說 喔我好想要投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自己投一投 就投出這樣 最一開始我是看 渡邊軍界跟慕田喝酒 然後 一直到現在是看 高橋裡跟 宇宙海 我都有看啦 現在最接近我 一直在看掉宇宙 其實我那個時候我是 上網找我都會找 我還去 可能去Google上面打下溝投手 然後日文怎麼打 我就到 我都到Youtube 然後可能看日本的什麼 高中啊 大學的 然後或是 台灣那些 老學長們的丟球我都會去看 就是可能找他們好的地方 跟 我覺得這個不是用在我身上的地方 這樣看一看 我真的蠻想要去請教 廖宇宙學長的 我希望能夠 看休賽季有沒有機會去找他吧 因為 他讓我越看越愛 之前我 看 可能就看 看看 可是現在我是 看了 過沒多久 我有想要再去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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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他能夠有這樣的成就 就是連兩年能夠破10勝 然後又拿到防禦力完 我覺得這是下溝很了不起的一個成績 其實那時候 我有掙扎過 可是我一直覺得自己 因為那時候球速也不快嘛 然後 自己是覺得說 我這個時間點 跳出去選職棒 會不會落差太大 我希望我能進職棒是準備好了 然後再來挑戰 我不希望是那種 進來再磨練這種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也很快就決定了啦 就決定就說 先上大學磨練之後再來 選秀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很像聽說有 日本的球團也有在注意 可是也沒有真正的聯絡 然後 我有問我們的球團部門的 然後他也是 覺得說我高中選的時候 應該順位能比較前面 我高中選也可能也會比較好 因為對你會有比較無限的想像 對啊 可是 當時我的想法就可能 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其實文化那時候 我沒有特別 我沒有覺得 我其實還沒覺得我準備好了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 我反而覺得我上大學 那時候 不是我想像中的成長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我選秀的時候 我的想法不是 喔 我覺得時機到了 我這個時間點我準備好 那個時候 其實我的想法是 喔有多一個未全龍 我可以選看看 因為那時候經過了大一大二 看到選秀會都是以年輕化 就讓我有點害怕 我如果繼續讀到大三大四的話 會不會這個機會就流失掉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大二就先出來選看看 我們選完的時候 他就 他就看到我 然後就有跟我說 你還太瘦了 他說 你進來之後 我會特別叫下面的教練 把你 操 操得粗一點 然後之後我才看到媒體 上面有說 是 洪一中特別要選我的 因為他有覺得 你那我就帥了 這我就不知道了 其實我熱身賽 關班熱身賽的時候 有一場對他們 中繼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我有想法知道 是他選我進來的 所以我就是想法說 我要投給他看 我要讓他知道 我是可以的這樣 優勢的話 應該就是跟 平常一般的投手的 出手點是不一樣的 相對的他們 我們投出來的球 他們可能還要適應 因為角度啊 跟變化 就是變化的角度 還有投球那個的角度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優勢啊 然後我們下過投手 又可以去玩節奏 然後劣勢的話 有的時候 不必要的壞球 真的太多了 這就是我目前的課題 我的劣勢吧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不夠好 所以我就是想要去追求 像高橋裡這樣子 那麼頂尖的選手 就是能讓自己維持在那麼高峰 然後站在就是世界的舞台上 這樣子 去年遇到控球的問題 其實也蠻難過的 然後也感覺那段時間 一直不斷的在被取笑 我也會去 我也去看一些PTT還是什麼 就是網路上都會說 哦 什麼 反正就是說什麼畜生王啊 還是什麼 然後其實隊友們也是有時候會開開玩笑說 那段時間我自己覺得蠻難過的 一直到 我有一次 就是我的信仰 我有一次去教會之後 剛好牧師在講的主題 我覺得有打動到我 那時候我就 覺得說 我有什麼好擔心的 我的後面有我的信仰在幫助著我 我不用擔心這些 我就覺得 我上了球場之後 我就變得更自信 變得更大膽去面對 然後就陸陸續續就開始越來越好 當然也是有二軍的敬明教練 他幫我修正了一些投球的動作 才讓我變得越來越好 那時候我覺得蠻亢奮的 就是 有點像在打亞青山那種 就是 球迷很多 然後又放音樂 我覺得 我自己是比較熱愛這種 這種氛圍啦 我會覺得 哦 大家是來看我表演的 我必須要表現好 然後 今年在投的話 也是會有這種 這種感覺 但是 跟去年不一樣的是 今年我是 然後爭取到樂天這個穩定的輪值裡面 所以 今年跟去年不一樣的就是 去年可能就是 哦 我大膽的去面對 反正我是剛上來 我就是 丟就對了 但是我今年就是希望 能把每一場的功課做好之後 能在球場冷靜專注的去面對 然後 看能不能站穩這個位置 其實我也把老虎設為是偶像 所以 剛開始 不太認識的時候 我都會去 也不算黏著他 我就會 故意跟他遇到 然後就 老虎 製造一些小氣 對對對 因為相處時間比較多 所以 然後又加上我都跟他丟 所以 我就可以更大膽的去 黏在他身上 剛好老虎 他這個學長也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學長 他是很低調也是很謙虛 也是我想要模仿的學長 他明明就是一個 從帳面上面 他可能已經成績就是一個很頂尖的投手 但是他還是保持著很謙虛 會說 有的時候 哪方面 我會 我的投球會比他好 他有時候也是會稱讚我 他不會說 因為他 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說 我這個 他就指教我 怎麼樣怎麼樣 他不會 他是那種 他覺得他 他這個比我不好 他就會去請教的人 我覺得 老虎是一個很棒的學長 老師一個老虎告白 對不起 沒有 真的 我真的覺得老虎 好好學長 我也覺得老虎很難 嗯 就是我希望能夠 藏文一軍 然後藏文這個輪值的角色 然後現在還沒有設定在球場上面 可能要拿幾勝還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的目標就是 能夠繼續專注 然後冷靜在球場上 大膽的去面對 我相信成績會自然而然在球場上的成績 就會展現出來 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特別大的目光 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的是 我能繼續在球場上 拿出好的成績 然後成為 廖宜辰之後 能夠成為一個 新的一個很棒的一個下過頭手 能讓 學生時期 像現在三級棒球也 也能 注意到我這個人 然後可能會想追求我這樣子 我個人好奇 為什麼說的話是加死 因為我們家族 很長一段話可能下面會加 鐵 對啊 然後之後我們就創了一個家族叫 鐵鐵家族 就是名字後面就加鐵 對啊 後面名字就加個鐵這樣 然後我就 因為那時候我也想不到 我要叫什麼 我就想說 那就叫錫鐵好了 之後可能 大家也覺得蠻好聽的吧 就沒有幫我特別去改什麼 那時候他們會叫我阿鐵啦 就跟阿蓋的感覺是很像 可是他們也是有時候會叫我錫蓋 因為我的名字是張錫蓋 他們會叫我錫蓋 對啊 然後 我就在想說 你明明之中是不是有用巧合 我是不是 對 明明之中 我是不是也可以叫阿蓋 所以你是潛水員啊 對啊 你剛好是潛水員 我是潛水員 對你是潛水員 你剛好玩啊 熱天潛水員 潛水員 熱天潛水員 熱天潛水員 好